大家好我是桃園房中視訊 今天介紹的是巴黎副四房雙側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我們現在進到玄關的部分 玄關的話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這個玄關其實做了蠻多的設計 它這邊可以擺放一些你喜歡的飾品 一些裝潢 那如果也喜歡比較大型的工仔 這邊也OK 那這裡的話它有做一個 那個電器柜的總開關的空間 它放在這裡 鞋櫃的位置也是在這邊 那它有做一個小小的玄關 那出門的話鞋子都可以擺這邊 屋內的部分 其實它這間屋主原先都已經做裝潢好了 那它的色調的話 基本上就是用木頭 還有這種白色仿清水模的設計 那還有天花板的白色 走的顏色的風格會比較清淡一點 不會那麼重 那再來看採光的部分 因為巴黎副它其實是兩棟 那對面一邊是雙號一邊是單號 那兩邊其實算同一個社區 那它的管理員兩邊都各有一個 我們這一棟的話 坪數會比較大一點 那當然如果比較起來的話 它的住戶相對單純 那自住的自住率也會比較高 也就是說其實你看 在市場上如果有兩房 就是對面那一棟 那其實它也不會有這麼多用心的裝潢 因為可能當時候屋主買起來 就是要收租自殘 不會花太多心思在裝潢上 那我們這一側的話 其實它花很多心思在裝潢上 因為是要自己住的 所以它的用料會很好 我們可以看旁邊這個木櫃的部分 櫃子的部分我覺得 可以看得出來 屋主其實一開始花很多心思做這個裝潢 因為一般的木櫃 它可能不會這麼厚 也不會這麼深 那也不會做這麼多的抽屜收納 可以做使用 那我們來看廚房的部分 第一廚房的話 這邊有一個透明的 算半透明的門 可以做拉開 那油煙比較不會跑到客廳 跑到房間 它這一間的話 因為它是算比較大間的四房 所以它的廚房它有兩側 一邊是流理台 那個瓦斯爐這一側 那旁邊的話還有電氣櫃 那電氣櫃上面還有一些收納空間 所以其實如果烤箱微波爐 豬爐此類氣炸鍋想要擺放 這邊都放得下 那再來 現在家庭很需要的是大冰箱 我覺得它冰箱給的空間就很大 所以這個雙門冰箱 其實這個寬度是很夠的 那我覺得如果說真的有需要冰這麼多食材的部分 這邊的客人是會蠻喜歡的 而且你不用再做其他的更改 那後陽台其實夠散 四個人住 這邊其實很深 而且很寬 因為剛好我們這邊旁邊就是一個柱子 要不然其實這邊手臂是可以打開的 也就是說 我們這邊可以掉衣服 這兩側還可以掉衣服 那甚至你有一些棉被想要掛在這裡 也都很OK 放得下 那再來是 它這裡旁邊 它是有做窗戶的 有做親密床 如果你怕草 這邊可以拉起來 再來 如果真的 你覺得想要極速乾燥的話 甚至把除濕機放在陽台 都是很好做使用的 這邊裝潢真的蠻用心 它連這個門框 它這個厚度其實都還蠻足夠的 臥室的話 這很明顯就是真的是自己要住的 第一 櫃子 櫃體都做的很多 那還有它這裡這一側的話 還有這個書桌 那甚至它還有放這個 可以移動你的螢幕的支架 這一間的話雙人床是放得下的 而且這些木座 其實如果入住的時候 請人家整理一下就很漂亮了 而且它木板的厚度是真的比一般我們可能在外面買的這種夾層的板子更來的厚 甚至啊大門 房間門 房間門這些五金 跟外面一般在使用的都不一樣 這些一定是價格會再高一點的 這些都是當時候裝潢下去的成本來的更好 那當然它這個厚度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隔音會再好一點點 這間房間會比剛剛那間再小一點 但它的櫃子啊沒有做的比較少喔 進門的右側這邊有櫃子 進門的正前方這裡還有櫃子 那這邊是主要擺單人床 那單人床下方還有做收納 所以其實空間的收納都很充足 使用上都會還不錯蠻便利的 這是另外一間臥室 當然它也不是主臥室 不過它的雙人床是放得下的 跟剛剛一樣它是有書桌的空間 那也有衣櫃的空間 那甚至這邊還有做一個背板造型 這間廁所是做邊緣 所以它的衛浴有開窗那乾濕分離 如果說你一般在洗澡的話 我大概175公分 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就是 這邊洗澡的話有個迴旋的空間 不會有些一進去很窄 那如果說你可能是比較高的 洗澡就會很憋很不舒服 那最後一間這個是主臥 主臥室它比剛剛的次臥室 多了這種有暖防換器跟乾燥的機器 在這裡面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衛浴 那主臥室的衛浴就不是做乾濕分離 它是有浴缸的 那可以泡澡 那採光也很好 通風也不錯 那如果說你希望有使用暖防的功能的話 就是這台可以做使用 那主臥室會比剛剛的臥室都來得到 甚至它多了這一塊 可以休息的空間 如果說你在這邊可以看看書 那甚至下方還有一些收納的櫃子 主臥室的櫃體啊 我覺得比剛剛的櫃子都來得更多 那這大概就是衣服放下去的感覺 那它還有一個重點是 它的深度是是真的很深的 不是說你衣服擺下去 可能只能斜斜的擺 或是沒有辦法擺很多件 那這個深度是很夠的 那我們這間是中高樓層 所以採光通風都真的還不錯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間不錯 適合你的話 你可以跟我聯絡 那這一間其實入住的話 簡單整理一下就可以住了 因為我覺得 裝潢的部分啊 就是油漆一下 打理一下就很舒適了 那也不用額外再花錢裝櫃子 好 那就今天差不多是這樣 稍後的話我會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其實我有問過 雖然巴黎富這兩棟的中間這條路 大家很常臨停 可是這條路其實是公有道路 還滿常有脫掉車的 所以如果說你住在這個社區 或是住附近的話 記得這附近不要亂停車 那個脫掉業者會常常來脫掉 那就大概是這樣 那最後垃圾丟棄的部分 我會再補充在下方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子 拜拜